哈囉我是烏龜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兩場部落戰的狗球進攻 第一場要分享的是由11cc他所帶來的十本三星進攻 面對這個陣型 11cc他先在四周工人小屋的地方下出弓箭手 想要先把工人小屋收掉 結果沒有想到工人小屋的旁邊是藏著電塔 所以他趕緊再補放了黑球進來 趕快把電塔給打掉 這樣子最後才不會造成99%的遺憾 除了在12點的角落之外 我們現在看到在9點的角落一樣是藏著一座電塔 而對方的這個陣型看起來這麼的整齊 所以可能對方在排陣上面是很有強迫陣的 照這樣子來說的話 很有可能對方的另外兩座電塔 也是分別坐落在於另外的兩個角落 現在在12點的外側是用法師來幫忙清邊 然後在9點外側這邊是用寶寶龍清邊 兩側的外側建築物清掉了之後 工程車是從10點跟11點的中間下出來 旁邊是跟上了蠻王還有女王 這台工程車不但是被對方的女王攻擊 而且還被對方的單體火塔給黏上了 所以沒有辦法打得多深 很快的就解體了 工程車上面放著的是黑胖 黑胖下車之後繼續扛住火力 尤其是對方這座單體火塔的攻擊 然後後面跟上來的雙王還有藍胖 很快的就把對方的女王解決掉了 現在對方的城堡援軍被引出來是龍球 在這邊下了一罐毒藥法術 並且配合冰凍法術 幫我們的部隊稍微爭取一點時間 讓後面跟上來的女王趕快殺掉對方的援軍 然後保護存活下來的雙胖部隊 現在雙胖部隊在這邊是下了補血法術來保護他們 希望他們可以盡快的幫忙再多拆掉一些防禦建築 好 大本營業已經爆掉了 對方只剩下最後的兩座防空火箭 狗球部隊已經開始進場了 第一隻狗是從非常遙遠的1點鐘外側下進來 第二隻狗是從3點的外側下進來 這邊也直接將3點的這座電塔給探出來了 當然後面跟上來的黑球部隊 就可以把這個電塔給解決掉 在陣型中間的地方用冰凍法術 打斷對方單體火塔的攻擊 讓我們的火狗不會太快爆開來 然後配合加速法術 讓後面跟上來的黑球部隊 趕快處理掉對方的防空火箭 還有對方的火塔 接下來巨堆的黑球一樣是配合加速法術 處理掉了對方靠近6點的這座法師塔之後 對方就沒有任何的對空防禦建築 是對我們的狗球部隊有威脅的 我們還有一隻狗還沒有爆開來 黑球剩下來的數量非常的多 這樣子收下這個陣型不會是問題 漂亮的拿下了這場10本的狗球三星進攻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接下來這場是由馬哥他所帶來的11本狗球三星進攻 狗球一直是馬哥的拿手招式 他先在這個陣型的靠近10點外側的地方 下了黑球幫忙探一下空中陷阱 然後後面跟上了一隻雷龍 這一隻雷龍可以幫忙清掉很多外側的建築物 然後在8點的地方一樣是有先用黑球幫忙探掉陷阱之後 才下了一隻寶寶龍 也是一樣來幫忙斷邊 所以準備要讓我們的前戲部隊是從9點的地方打進去 等到兩側的外側建築物都清得差不多了之後 馬哥他就在9點外側的地方下出了工程車 接著在工程車的後面直接跟上了蠻王女王 以及老頭和一匹藍胖部隊 但是這匹藍胖部隊竟然一進場就直接走歪了 他們往8點鐘的方向前進 完全不跟著工程車往陣型的裡面走 這實在是太不乖了 這匹藍胖部隊幾乎是送給對方了 現在將對方的城堡援軍引出來的是龍球 在這邊先開了老頭的無敵技能 保護我們的無敵車 可以走到陣型最中間的地方 然後再讓我們的藍胖下車 是的沒有錯 在車上裝著的是第二匹藍胖部隊 在這邊丟下了狂暴法術 讓下車的藍胖可以趕快秒掉對方核心的建築物 尤其是對方的大雕 好順利的把大雕拆掉了 總算是達成了前夕部隊的任務 所以狗球部隊現在已經可以開始進場了 馬哥的第一隻狗是從8點外側下進來 第二隻狗是大約從5點外側的位置下進來 後面當然都是有跟上點方的黑球 在這個時候對方已經只剩下最後一座防空火箭了 我們的黑球數量應該是還蠻夠的 對方的3點內側這邊雖然是有電塔 還有多體火塔 但是因為我們手上勝者的法術還蠻多的 所以在這邊丟下了一罐狂暴法術之後 很快的就讓巨隊的黑球 處理掉3點內側這邊的電塔還有火塔了 現在對方所剩下的對空防禦建築 都是我們的巨隊黑球 所不怕的單體防禦建築 所以這場的三星一定是沒問題了 馬哥的狗球部隊真的是用得非常的熟練 我每次自己在用狗球的時候 總是會覺得手忙腳亂的 但是看到馬哥的狗球進攻 總是覺得他非常的冷靜 然後不急不徐的將狗球部隊放進來 我真的是非常的佩服 好最後是其實扣下了加速法術 就可以拿下這個三星的 非常的精彩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 兩場部落戰的狗球進攻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我們的部落現在一個禮拜打兩次部落戰 如果你也是對COC與部落戰有熱情的玩家 歡迎活躍的玩家們 可以加入我們一起並肩作戰一起同樂 先來加入我們的部落必須要輸入通關蜜語 通關蜜語可以到我們的部落網頁上查詢 我們下次見 掰掰